中共即将召开两会 又适逢中东地区的民主运动浪潮席卷而来 中共当局除了抓捕众多敏感人士外 对互联网的封锁也异常严厉 导致中国国内的一些普通网站无法登陆 引起混乱 招来众多网友的痛骂 最近两天 中国大陆的很多网友在推特上 议论中共新一轮的网络封锁 和这次封锁对中国国内普通网络服务造成的影响 并大骂网络封锁 和帮助中共设计长城网络防火墙的方冰星 一位网友在推特上说 原来不是我的问题 是全国各大网站的DNS功能变数名称 遭防火长城清洗 还让不让人活了 这一轮的封锁从北京时间周日开始 很多网友使用的一些软件都受到影响 到周一傍晚时封锁开始松动 网友Through Wall Send在推特说 这两天感觉防火长城很抽风 不是显示不出来 不然就只是上面一个条子 不然就是混乱的格局 不知道怎么解决 我们这封锁的挺厉害 而另一位网友在推特上报道说 今天中国互联网多个Google IP被封 多个免费主机被封 多个推特墙内协力厂商网站被封 IP及DNS功能变数名称被污染 再有报章网站被封 上海电信无法正常访问海外网站 部分VPN虚拟私人网路服务被封 部分主机SH安全远端连线城市经常断线 部分网站HTTPS加密的传输协议被干扰 比尔夏是突破网络封锁的专家 他建议网友平时经常更新翻墙软件 多和经常翻墙的朋友联系 以便封锁严厉时得到软件的最新版本 保证网络的畅通 对于这次的网络混乱 很多网友都大骂中共的网络防火长城和设计者方冰兴 一条所谓定时骂方冰兴的推文被大量转推 新唐人记者周玉林 萧妍采访报道 几分了 重码心中冰我 苹